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就是要看到我們的笑容 這個年快要來了 上下禮拜就是農曆的新年了 新年都要有新氣象 不是2014年來 要有新氣象 中國人最重視的是 中國的農曆年要除舊不幸 我記得我以前在這個講台上面 講過除舊不幸 所以我也講過五福林門 所以新年來的時候 我在想到底要講什麼 跟心裡有關的呢 後來我想了想還是想 我還是回到我們的年度目標 我們要有喜樂 上次我的講道裡面 講到什麼呢 我們要讓我們的教會成為什麼 喜樂什麼 喜樂的善所 還記得 其實要喜樂難不難 難不難 不難 不要說很難 很難很難 環境困難對人來講 常常是個挑戰 最近不是有那個一波又一波的寒流來嗎 我剛剛去西頭 我去西頭的時候 那邊的人跟我說晚上會到零度 後來民宿的老闆說不會啦 會到兩三度 我就說哇那還是滿冷的 一波一波的寒流來 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吃重的事情 為什麼呢 因為我的手腳的末梢神經循環不好 所以天氣一冷呢 我就動到不行 有一度呢 晚上我大概是十點 最晚大概不會超過十一點 通常就是十一點以前我就睡了 為什麼那麼早睡呢 因為我實在沒有辦法繼續坐在店裡桌前 我實在沒有辦法繼續坐在桌子面前 因為真的太冷了 結果我就會乾淨乾淨的握到棉被裡面 但你們知道嗎 我常常經過兩三個小時 我的手腳都還不能退兵 那你們就知道有多冷 真的很爆 還記得我上一次的講道裡面 就講到南極的探險隊是克德隊長 在最艱難的環境當中 分享他一個非常可怕卻難忘的經驗 他就說到當死亡的氣息不斷地有向他們的時候 他們在一個極度不舒適的地方紮營 然後而且他們真的生命面對一個非常困困的光景 不單是他們手腳上一樣冰冷 而且他們根本就沒有任何的燃料可以幫助他們取暖 所以呢 還有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 他們也沒有熱水也沒有食物 因為距離補給站還有相當一段的距離 他就說了 可是如果人處在我們這樣的營中呢 他只要聽到我們的歌聲和我們的歡笑談話 他的心一定就會振奮起來 所以我在上次講到說了 這個就是一個秘訣 喜樂是不受環境影響的 環境就是 手腳兩三個小時都不能退冰 還是怎麼樣 覺得窩在棉被裡面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喜樂也不受物質跟地方的限制 哪裡有敬拜的歌聲 哪裡就有喜樂跟德聲 拋光影是我打的 拋光影是我打的 小林姐剛剛帶的拋光影是我打的 但是我要坦白講 我是打的時候呢 是沒有心人 沒心在打 也就是我今天在看了這些詩歌的歌詞的時候 我就是特別的感動 可是我在打的時候沒有感動 我在打的時候也不覺得 內容跟我今天要講的信息是那麼的吻合 可是我今天在唱的時候 我就特別的感動 拋光影是我打的 但是感動的心是聖靈做的 我今天要跟各位來談 我們要有一個喜樂的敬拜 為什麼呢 因為詩人告訴我們 他來到神的面前的時候 他是怎麼樣 他是喜樂的 我就走到我親愛的神那裡 到我最喜樂的神那裡 所以他是存著喜樂的心來的 但是他在喜樂之前有沒有喜樂啊 沒有 沒有 他在喜樂之前他是沒有喜樂的 而且怎麼樣 他的心是怎麼樣 悠悶的 等一下我會更多的來談我們這位詩人 他的名字叫做大衛 說到這裡我想先來做個簡單的調查 在教會裡面各樣的聚會裡面 我們來看看排文榜第一名是什麼 現在第一名把眼睛都閉起來 把眼睛都閉起來 你們只要聽我的口令做動作就好了 你們不要看別人 我來問 我知道 你們也知道我的人是善良的 我也不會對你們怎麼樣 我只是要知道真相而已 好 弟兄姐妹你們可以表達 在教會整個的主日禮拜裡面 你最喜歡的內容是哪一個 你就舉手 你最喜歡的內容是哪一個 你就舉手 你最喜歡的就是唱詩敬拜讚美神的 然後叫它提唱歌 你最喜歡的就是祷告 每次敬拜讚美神的 或傳到帶祷告的時候 那個祷告內容是最喜歡的 你期待就是為你祷告 那個就是請你舉手 好 放下 你最期待的就是講道 你來教會做禮拜的幕 就是為了聽講道而請你舉手 好,請放下 好,眼睛可以睜開了 感謝主 果然不舒服我所料 我們的敬拜佔也算是低的 不過我們禱告也會很驚訝 敬拜佔也跟禱告一樣 都是只有五個人 好 今年我們的年度目標是喜樂 無論我們做什麼 無論結果是什麼 都要喜樂 因為聖經翻譯 聖經也要求我們要喜樂 而且是要常常喜樂 喜樂的心是良藥 喜樂也會成為力量 尤其是我們信了上帝之後 更當要喜樂 記得保羅跟希拉他們在監獄裡面 帶領了玉族一家信主 聖經上怎麼說的呢 聖經上是說他們因信了神都很喜樂 所以我們信了神如果還不能喜樂 我們就白信了 所以上次的政道裡面我鼓勵弟兄姐妹 讓我們的教會成為一個喜樂的線索 第一步就是為了要做什麼 還記得嗎 談論神 第一步就是要談論神 你來到教會就是要談論神 如果你來教會說 哎呀我傳到你剪頭髮了 對我是剪頭髮了 那多少錢 那個我忘記了 好像飄了兩百幾 好這個也可以談 但是你來到教會如果談只談這個就可惜了 因為你回去的時候你裡面還是怎麼樣 空空如也 好第二個你來到教會你怎麼樣讓我們的教會成為一個喜樂的勝所 怎麼樣讓我們教會就是怎麼樣 我們要需要建立一個敬拜的生活對不對 就是我們要執建一個立約的生活 我們要來到上帝面前我們要來敬拜祂 我們敬拜祂的基礎是因為我們跟祂立了永約 記得嗎 我們跟神立了永約 第三步我們怎麼樣建立一個喜樂的勝所 怎麼樣讓我們的教會成為喜樂的勝所 就是聚會結束的時候你們不要急著走 當你們聚會結束的時候都急著走 其實這個禮拜就怎麼樣 失敗 這樣了解嗎 當你們聚會結束都急著走的時候 這個禮拜就是失敗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只有怎麼樣 單向的對神 我們有沒有橫向的關係 我們沒有橫向的關係 所以要讓教會成為一個喜樂的勝所 最重要的呢 還有我們要進入團氣的關係 你來這裡敬拜神沒有錯 但是你也來這邊跟上帝建立團氣的關係 你也跟上帝的肢體 上帝的子民來建立團氣的關係 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來鼓勵 我們不單是要讓我們的教會建立成為一個喜樂的勝所 我們也要讓這個喜樂的勝所從喜樂的敬拜開始 從喜樂的敬拜開始 怎麼樣會有個喜樂的敬拜 不是因為我很喜歡唱歌 所以我會有喜樂的敬拜 也不是因為我很會唱歌 所以我敬拜的時候我很喜樂 而是因為我們必須如此敬拜神 所以我們要喜樂敬拜 我們今天來到上的面前就是要敬拜他 不論你是用禱告或者是讀經或者是唱詩 都是敬拜他 但是我們卻要留意 我們來敬拜這位永生的上帝 卻不能夠像世人 他們拜神明拜偶像那樣 用功利主義的態度來敬拜這位全能的上帝 如果你是用這種態度來敬拜神 你就會照你自己的意思 你自己的感覺 你自己的painful 你自己的節奏來敬拜神 好比你覺得你現在手上有很多的事情 你覺得先把你手上的事情完成了 再來拜神 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誰比較大 你手上的事情比較大 敬拜神變成什麼 變成其次的 變成可有可無的 又好比快過年了 你家裡很多地方沒打掃 很多衣服要整理 我就在家裡面邊做事邊敬拜上帝 反正他無所不在 我不一定要去教會 那你用什麼方式來敬拜神 你用你自己的方式 你用你自己的形式 你的那個schedule 你用你的形式來敬拜神 或者你覺得在教會裡面 剛剛我們已經問過了 講到的時間是比較重要的 其他就是什麼 慶祭 有也好沒有也好 所以我講到時間再來 你就把前面所有的禱告 然後所有的敬拜 在那裡全部卡掉 你講到的時間再來 那你覺得你的敬拜是什麼 我要說這樣的一個敬拜是什麼 一半的敬拜 你只用你一半的心在神的身上 你一半的心怎麼樣 是在自己的私意上面 所以我們要明白 當我們是用自己的感覺 自己的喜歡 自己的行事力 自己的行事力 來敬拜神的時候 代表我們沒有把神放在心裡面 那個最中心 那個最重要的位置 真正把上帝當作主宰的人 不是以自我中心來敬拜神 詩篇43篇就是告訴我們 這一個寶貴的真理 我們來到神面前來敬拜祂 不是以自我為中心來敬拜祂 詩篇是聖經當中的詩歌集 或者是說是祈禱文 是由不同的作者 在不同的時間寫成的 詩篇42篇跟詩篇13篇 其實它應該說是一個完整的一篇 它原來是一篇 因為它是由同一個作者大會所寫的 而且它因為它是連貫性的 而且內容怎麼樣 也是一致性的 很像我會講 所以很可能很多的聖經學者 很多的詩經學者 一致認為兩篇都是同樣的一篇 原來是同樣的一篇 只是在做這個把它編列的時候 把它分成為兩篇而已 但原來是同一篇 而且按舊約學者他們的研究 一致認為兩篇都是大會寫的 而這兩篇的一開頭 大會寫的這個44篇 42篇跟43篇一開頭 它的標題是什麼 有沒有看到 42篇、43篇的這個標題 一開始寫的是什麼 在寓意照耐時 小字才是標題 那个是我们后来